Google 楊秋鑫 你知道Google後面 楊秋鑫後面跟的是哪兩個字嗎 我知道 貝骨 輸入楊秋鑫三個字 果然後面就跟著 貝骨 貝骨在關鍵字 網路搜尋結果 關於楊秋鑫的貝骨相關資料 高達16400筆 貝骨一時爽 一直貝骨一直爽 貝骨一次好高興 我可以背叛到別人很爽 然後你如果一直做貝骨的話 你可以一直爽 這是網友給他的評論 網友諷刺楊秋鑫 批評韓國瑜 應該是因為要不到位子 所以又要選邊站 酸楊秋鑫 貝骨仔 貝骨星 貝骨大師 還有問他什麼時候加入台民黨 很多人必須要待在國民黨裡面 他才能創造他最大的貝骨價值 以一個國民黨身分 來批評國民黨的 這樣子的一個最大邊際價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幫他緩夾的人 都是民進黨的人 藍印基曾痛罵楊秋鑫變色龍 1975年加入國民黨 1986年就變成綠色的秋鑫 為了選高雄市長 跟民進黨撕破臉 他又離開了綠營 2013年再度成為藍色的秋鑫 去年挺韓國瑜選高雄市長 最後沒入閣 卻搞情緒勒索那一套 我要功成身退 我就不接受職務 壓力的是來自於國民黨高層 我也不好說 在韓國瑜那邊討不到便宜 楊秋鑫就翻臉轉貼郭台銘 陪著郭台銘 到黨中央見主席吳敦義 可是被郭台銘打臉 他跟韓市長怎麼樣 是發生什麼人事什麼問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楊秋鑫 完全劃清界限 我說你也不要來找我 郭台銘已經嫌棄你 嫌棄到這樣了 你還要繼續打韓國瑜 看看未來是不是 我們合理的懷疑 是不是未來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一個期許 人家韓國瑜就有這個魅力 所以他是在忌妒就對了 我覺得忌妒 人如果不是因為忌妒 不會恨成這個樣子 小巨人變變變一下藍一下綠 現在又遊走庶民藍跟權貴藍之間 楊秋鑫背骨指數衝天 記者石文賢邵玉銘台北報導